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來看一個在溫西的樓盤 四層的碩士樓 現在是樓花放壽的階段 它的名字叫做Raphael 位置其實是在Poingray Dunba和Pesolano的中間 我們現在進入了發展商的售樓中心 我們可以去看看建築模特在它的位置 而且它也有一個展示室可以讓我們感受一下材料 這裡其實是溫哥華的西區 未來這個建築會建在這個位置 附近有些低階層建築 也有些獨立屋 然後這裡打直在Elma 我們這邊是十街 其實這條橫街是Broadway 它的位置其實剛剛好在一個交界點 這邊是West Point Grey 這邊是Kitsolano 下面就是Dunba 看看建築模特在這個大廈的結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West Hand Avenue 這個方向其實是向北的 這裡是十階 九階 八階 七階 然後下去就會是沙灘的位置 然後這邊十字路口就是Elma Street 下面就是向南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建築的外觀 主要是黑白灰的色調為主 材料和設計都是仿麻布的 然後下面三層 這一隻會是比較European style 但是它classic得來 它也是混合了上面 是比較modern的設計 看到這些是比較modern 下面是有些圓拱形 比較勾式的設計 四層樓 底層大部分會是commercial retail unit 發展商會維持這些unit 它不會賣出去 又想將來有什麼租戶或商戶進來 現在確認不會有食物店 都不會有餐廳 我相信主要是銀行 一些Bakery 或者是咖啡店那類的小型商店 後面就會有一些一房 即是小單位 每一個單位都會有至少一個 如果大單位可能有兩個 這裏就是入去parking lot的位置 足夠兩部車出入 這裏後面有一些一房unit 它會有一個大的patio 至於這裏就是back lane 小街 這個大樓主要是兩房加釘 這種戶型是最多的 尺數是一千多尺到千四尺都有 大部分大家看到二樓三樓 都會是兩房加釘 每一層有兩個三房的單位 其實就是在這裏 一個是東北角 一個是東南角 去到上面四樓 其實已經是pent house pent house有兩房的三房 四房的pent house都有 而且它的特色 跟我們之前也有拍過的西區 project 有點不同 我們之前的西區 project 我記得拍過的時候 它就是下面一個unit 然後要上去才是roof top 這個project的特色 除了樓上的roof top 是屬於pent house unit之外 其實它出來 自己還有一個外層的同一層的空間 其實你有兩層的外層空間 每一個pent house都是 我覺得這個也挺有特色 所以你不用走上天台 就這樣出來 都會是你自己的area 我有觀察過這個project 大部分unit的特色 它能夠做到的 是它都是儘量將 如果是兩房的話 將兩間房分開的 這個是比較少見 一個building 或者整個樓盤 可以將這件事做到的 大部分的房間 全部都是分開的 當然三房就沒辦法了 三房很多時候 可能是其中兩間房 在一起 主人房到另外 這樣就安靜一點了 我們現在看一看 示範單位的廚房位 首先這個是light 淺色系的color scheme 大家看到廚房 就是L-shaped 再加上island 還有這一盞 是比較簡約 現代風的設計 這盞燈也會包起來 不要笑 真的包起來 我特地問過 所有東西就是9呎樓底 通常廚房 大家都會有少許drop down 因為可能要放那些pot light 或者上面的管道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 上面開始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個櫃子 裝了有抽油煙機 牌子是Wolf 不是 這是微波爐 Wolf的牌子 都不是Panasonic那些 是Wolf 然後加上下面的焗爐 同一個牌子 大家看到這一塊全塊 包括這塊 countertop 還有這邊island的面 全部都是一塊的大理石 其實是白色的 白色和灰色 包括它的抽油煙機 都是包了大理石 旁邊都有包的 除了前面之外 看看 上面這個就弄緊了 這個位置 位置都比較高 然後爐頭 四個是gas爐頭 它的按鈕是放在這邊的 牌子都是Roof 下面這裡 全部都是做了櫃筒 可以放東西的 這邊我可以開給大家看 這些廚櫃全都是意大利廚櫃 到下面 一直到這裡都是 其實是三組大櫃筒 Countertop的櫃底 都有LED燈 可以開關 上面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因為樓底比較高 所以它的櫃也可以做得比較高 可以放多些東西 這邊也是 Sync這邊就是兩個分開的星盤 一大一小 然後它有過濾水 然後這個可以鋪勾的花灑頭 這邊全部都是大理石 然後也有很多電製 做在長身方面 我們拆不同的電器 這邊繼續都是櫃筒 喔喔喔 這個不是櫃筒 對不起 這是什麼大力的 這個是洗碗碟機 對了 櫃筒造型的洗碗碟機 我就是心想這個櫃筒 它把整個洗碗碟機 都在外面設計 做好似櫃筒 OK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很長的大櫃筒 這個簡直是整個大櫃筒 是Sync底 你可以放垃圾桶 它現在已經有一組 雪櫃是Subzero 唉呀 好 大家可以 嘩很多水 OK 這個Landa 其實是發展商的名字 它其實在加拿大也做了很多項目 而且它很多時候都是建高樓大廈 我們這個四層的石屎樓 算是它比較小的項目 然後呢 這裡有兩個冰櫃 前面這裡也是櫃筒 現在要確定櫃筒是真還是假的 我們要被騙了 對 這些是真的 這兩個應該都是真的 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旁邊這邊就裝了一個酒櫃 這個酒櫃也是可以調校溫度的 也是一個行行可以鋪外 好 去到這邊 大家看到巴桌位這裡 它做了兩條金色的廚造設計 頂著這一邊凸出來的大理石位 這裡現在暫時放了兩張椅 我想它放多一張都可以的 對 應該可以坐到三個人 因為這裡的空間有限 它就做不到整個sweet出來 即是兩房單位或者怎樣 它就做了一個closet裡面的space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裡同樣都有白色 即是light color 這些都有organizer 也是比較深的櫃筒 拉到這麼出 裡面一直可以去到裡面 櫃裡面也有LED燈 然後有金色的hangar 可以掛東西 有兩層 中間又還有塵板 下面也是一樣 這是衣櫃裡面包了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來到這裡 就是看洗手間 它做了兩個星盤 兩個面盤 這邊我身後有浴缸 然後有shower 還有一個獨立房間的座廁位 我們一樣一樣開始看 這個檯面其實是很長的 大家看到它兩個洗手盆位中間 還有可以足夠容納一個洗手盆位的空間 讓你放東西 這個檯面 我不知道大家在影片裡看不看得出 材料其實是花乾岩 也有一個造型 這裡凸出來 這裡凸出來 整塊檯面 然後這裡全部是玻璃面 但不是每一塊都可以開的 中間這塊大的開不了 這些小的都開不了 其實開這裡 是洗手盆上面這兩個 是可以開來放東西的 然後裡面這些都是玻璃膠位 它的膠位都拉得很緊 不只是一粒的 它是上下這樣拉著 沒有那麼容易走位 然後留意到它洗手盆 這些花灑頭不是我們比較 這個水龍頭 不是平時的 是在這邊裝的 它是放在牆上的 它是放在牆上的 這邊是整個東西 我們看看櫃桶 櫃桶下面 有三格 然後下面也一樣 是意大利的櫃桶 跟剛才廚櫃的質地一樣 鼻磚是大塊的白色鼻磚 外面的位置是工廠的 是平的 然後中間它們做了一個金邊 金屬邊去做摺口位 好 我們進來之後 可以看看左手邊 還有一個座廁的房間 可以有一個閉門門 它是金色的 裡面也有抽氣線位 空間也足夠我們轉身 不會太迫 然後我們看看沙漠的位置 我留意到它們的show room 不知道將來製程品的設計 一定要向外開 因為它兩邊都有扶手 可能有時候老人家在裡面 洗澡怕陷陷陷 它裡面也有扶手 這一點是不錯的 但如果是這樣 你向裡面開 就有機會會撞到裡面的位置 所以將來如果大家買了這個單位 記得向外開 進來沙漠 首先上面有一個 fixed ring hat 然後這邊有一個 是它坐得比較低的花灑頭 因為在外面有時候 看到花灑頭 全部放得很高 如果矮一點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容易使用 那個switch在這裡 後面有一個凹位 可以放木露 那些東西 去水位就在這裡 而整個浴室 大家可以看到 全塊是8呎 由頂到底 中間是無縫的磚 是很大塊的磚 有一塊 兩塊 第三塊 總共四塊組成 地下是小一點的磚 然後這裡是浴缸 這裡是磚位 上面是牆壁位 浴缸這邊也有水喉 這邊也有花灑頭 可以拿出來用 洗手間就看完了 另外還有一種顏色 就是深色系的dark film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效果圖 它主要就是會 桌面的marble 顏色會很相似 上面也是白色的櫥櫃 下面 全白 就會變成深綠色的組合 地板也會比較深色 我們先看看兩房 兩房 其實兩房 有很多隻plan 它的尺寸 由最小的800多尺 到executive 2-bedroom 即加上釘 到1400尺都有 價位由130多萬 到接近200萬 Pan House都有 如果不是Pan House 可能170萬 是180萬左右 起價 這個是starting price 因為不同的樓層 尺寸都會不同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standard的兩房 它是屬於中尺寸戶型 1276呎室內面積 室外面積85呎 總共的space是1361呎 它不是corner 它是04戶型 這是兩房加釘 現在它的賣價 二樓的單位是199萬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很方正 沒有太多wasted space 進來之後 這邊有closet space 有個powder room 旁邊有個laundry洗衣房 是並排洗衣房 有些space可以放置 前面這個 其實不是dance 是storage 是額外的storage area 這裡就是L-shaped的廚房 加上island 飯廳位 然後客廳位 然後在這邊是一個套房 另外一邊也是一個套房 這一個就是兩房 1276呎的戶型 199萬 看看一個特別一點的painhouse單位 這個售價是280萬的painhouse unit 就在四樓的406 它的方向向南邊的陽光會比較充足 其實室內的面積是1365呎 室外是968呎 有兩層的室外面積 大家可以看到 門口位在這裡進來 也進來有個powder 其實這個跟剛才那一隻好似的 有個side by side laundry 有個storage 這邊就是客廳位置 分開兩間房 是兩個套房 這個是主人套房 四樓painhouse的06 unit 就大概是這樣 這些是客廳位置 你出來會有這樣的outside space 上樓梯 上面是你的roof top 你和你的鄰居大部分的分隔位 都會是這些植物 只有少許的space 會看到對方是一些玻璃的欄杆 這個project是2024年的春季喜好 四層高加上頂樓就五層 全部是concrete石屎樓 然後有幾種護形 教委在這裡給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定精看一看 然後Stratafee管理費是五毫六一呎 它就是除了你自己要上電費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冷暖器 熱水、管理費、排污費、垃圾費 整個建築的insurance 都會在管理費裡面 Deposit structure的話 我們寫合約的時候 你放下10% 然後六個月左右 就要再給另外10% 那就總共是20%的Deposit 我們現在來到Rafael的建築 那個實境、那個實地那裡 後面就會是將來建好 四層的low rise 石屎樓 這一條就是West 10 Avenue 然後打橫的那條大街 就會是Elmer Street 裡面都還未形成工地 都仍是community garden 就好像我們上次去Legacy 去看的時候 都仍是一個可以種植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上次Legacy 搬了過來 它的對面馬路 就是一個小小的plaza 首先你看到Brown Social House 是一間西餐廳 也有寵物店 有一個7-11 可以買一些生活用品 然後再一路向後 裡面其實兩邊都是獨立屋 其實走到這裡 就已經立即安靜了很多 大家看到兩邊其實都可以泊車 對了 那個建築就走到我這個位置 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走到後巷 是不是 這個建築的後面 這個建築都會在後巷 後巷進去 這條路應該會鋪得平一點 它的另一邊 後面對著的 都是另一個 看上去都是像硬體建築 不太確定 高一點 可以看進去 就是那個建築 現在有人在做事 對了 回到Elma Street上面 馬路的對面 就是7-11旁 如果大家看到有巴士停了 那就是巴士站 有兩條路 一隔可以去到Downtown 另一隔可以去到UBC 然後再去前面 如果大家看到伊西遠一點 再後一條街就是Broadway Broadway上面 會有很多其他的配套 例如餐廳 一些商店 我們現在駕車五分鐘 差不多走路的話 可能十五分鐘 踩單車八分鐘 就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這裡是Jerico Beach 兩個大沙灘 還有一個水上活動中心 和遊艇會 很多人都會來這裡 沙灘曬太陽 散步 剛才那個後面 已經是Parking Lot 大家看到你 例如你喜歡玩塞板 也好 或者像我老公一樣 經常都懷吵著玩滑龍風帆 其實你泊下車 放下東西 給了停車費 一路這樣過來 前面已經是沙灘可以下水 其實現在 我已經走到這個位 剛才是草地 這裡已經是沙灘位 其實來到溫哥華的沙灘 很有趣 跟香港的沙灘很不同 這邊會看到很多很大的木條 都被人坐來休息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看到 真的有人玩滑浪風帆 你快點去追 今天夠風 今天夠不夠風 有人玩滑浪風帆 都有人玩滑浪風帆 現在他們玩滑浪風帆 流行的那隻 再可以泊那隻 Kite Surfing 然後還有帆船 就這樣玩濕 又有 又或者在沙灘坐 對 很漂亮 今天其實天氣都很熱 現在春天 但剛才坐在車的位置 都二十多度 但來到這邊海邊 就曬著太陽 吹著海風就很舒服了 我們可以繼續向前看 這個是老公 你說升起那隻 是嗎 我這個就這樣滑浪風帆 但為何它的底部那麼厲害 為何它的底部有支 它升起了這隻 不是 就是說你香港 你的朋友現在流行 升起那隻 就是這隻 OK 它是直接玩完後 會動 這隻就是一直拉著那個Kite 很舒服 那邊有個很大的淺灘 其實那個山灘很長 由一路去到那邊 其實已經是UBC的方向 我們的海對面就是西溫 然後向那邊就是Downtown的方向 這裡大家看到 已經是看不見的 我想要走完這個山灘 可能是九個小時 那邊還有的 水深活動中心就是那個地方 我們來到這個位 其實剛才沙灘就是那邊 向著UBC這邊 這裡就向東邊是Downtown 其實這裡另一個大圍 Jerico Beach有機會可以來 我很記得這間Max Sailing 之前我有補習過 有一個學生 他們就arrange 他們summer activities 帶小朋友過來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是學繁船 學杜木舟 甚至是學風帆 或者是學游泳 可以一天給小朋友不同 歲數有幾個age group 可以一天做不同的事情 在水裡玩一天 集合 遊一陣水 又爬一陣州 又吃點心 很開心 這裡有個碼頭可以出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過去 又是一個很長的沙灘 那邊那麼多樓 其實就是Downtown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大家可以 有機會可以跟你們的家人玩一下 當然 我想可能1至5會少人 weekend這裡就會多人很多 在水裡 你多人家可以在水裡 聊天 飾 大家可以在水裡 坐在水裡 他們坐在水裡 就算了 這裡 想像的一個小朋友 在水裡 站在水裡 坐在水裡 上面 就算了 他們好像在水裡 坐在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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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Broadway是十阶L埋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好 这里 好 来吧 我喂 它是直冲过来的 它叫什么 手 手 收手 我介绍好 那其实呢 我们的地区 啊! 兔仔 是吗? 它不怕人的 很小的BB 它是很小的 它好像在吃中有胶 但是 吃什么有胶 它那些不是草 它这不是草 是胶 到处都是胶袋 吃口罩 好 对 我不怕人啊 可以摸吗? 它可以摸啊 对啊 它不怕人的 好可爱啊 它不怕人 然后一下子捉到了 你答应了 对啊 好可爱啊 哇 而且它的毛都挺轻松的 蛤? 为什么这么快呢? 你搞什么? 很近啊 你看看一眼 多漂亮 其实呢 我是很喜欢去那些 这些地方 那些外面的地方 那些餐厅吃东西的 但问题就是 所有外面的餐厅 都很漂亮 是吃西餐的 我又不用吃西餐了 就是你做个 拉面 做个米饭 是啊 因为西餐来叫去 要沙律又不饱 那些东西很辣 那些东西很重味 昨天就吃西餐 那些鸡翼 哇 哇 焦炎 味重也太重了 不是啊 这个很焦 这个开始拍摄 正在拍摄 OK